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全港多区朝早气温已超过35度 其中跑马地更加曾经录得37.3度 高空反气船为华南带来普遍晨浪 和极端酷热天气 炎阳下未到中午已录得高温 三面环山的跑马地全港最热 淡射、太阳帽、太阳眼镜全部出动 人人都想尽办法消暑 这几阵都是热的 不是特别的 这阵都是这么热的 煮了冬瓜水喝就对了 感觉不良 太不舒服了 这么晚 开着有冷气 黏热了 是的 所谓黏热 就是说很火辣那种感觉 是明显了 就算坐在那里 以前我们的感觉 只不过是有少少流汗 但现在是觉得好像有些 刺你那样的 中午之前多区极端酷热 九龙黄大仙、九龙城、观塘 新界将军澳、屯门都达35度 沙田、大埔、上水、元朗更加达到36度 田文台预料未来几日持续天程酷热 公反汽船会在下季 比较常出现 通常在它的影响下 普遍的天气都是比较好的 它的外围下沉气流 就会抑制水流发展 我们就会比较小雨 所以就阳光的入轿下 本地地区会比较热 田文台提醒市民多補充水分 做足防雨措施 又预料随着高空反汽船逐渐減弱 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 至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 会有几针骚雨 无线电视机就一顿洁营